如果假设说我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这一行 我把它注解掉之后 你会发现它原来是这样子 是白白的 把它关掉 关掉因为我要把这一行写进来了 所以有这个事件 假设说我今天要用我自己的版面的话 把这个打开 你会发现颜色才可以加进来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看 除了刚刚的这个 Label之外 如果要加上比如说Button 按钮的部分 实际上都大同小异 只是说上面它的功能不太一样 基本上Button比较单纯 就一个按钮 上面有什么次 回穿回来 有什么讯息等等的 将来当然我们会再交所谓的事件 点下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就跟在VP一样 只是说我们的那个事件 VP是点两下就可以撰写 但是在Java里面 你必须要自己去写 比较麻烦一点点 至于说怎么样产生这个Button的类别 怎么使用 当然跟Label大同小异 首先一样 如果我们把它写在这个 Man的上面 外面的话 必须要Status 一样 然后产生一个Friend 那这地方你也可以改写看看把它改成像什么用计程的方式 或者建构值的方式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是产生一个New一个Button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那Button的位置 Button的其他你就把它Add 直接把它Add进来就一个Button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跟Label其实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就再往下看 再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它的大小跟位置部分 一样我们也可以利用像刚刚那个排版的方式 Set Layout 这个Layout把它改成New 就是不使用它预设的排版方式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这个Button的位置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Set Bounce 比较简单 这个Set Bounce就直接可以去设定说它的位置 那第一个就是坐标的位置 这个地方 它能X走跟Y走 然后其他大小可以调整 那另外的话呢 其他你把它调整一下 这个是有关于Button的部分 这个比较容易跟那个Label类似 那其他还有像核选方块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